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 下等 我乃根据众生根气演说法义 后世诸多经典 也只是恒河三千大千世界部分法义 地藏王菩萨 童子灵体多次往返地狱 我本不忍童子受地狱恶气之苦 可你师父卢君红台长恳求怜悯莫法莫劫苦难众生 你即使他门下弟子就稍加忍耐 诸佛菩萨会忽悠你地狱之有 莫害怕 说完 魂体被送往冥界听审 判官 这是柬埔寨放生黑鱼灵体 黑鱼灵体 我为堕落成为黑鱼之石 原本是越南一个村落的难民孤儿 村子闹饥荒蝗虫灾 我习讨到越南北部清化地区 庙里修行的老师父看我可怜 知道我身时候把我领进庙里 让我剃度出家成为小和尚 我就这样跟着老师父诵经 学习佛法 到我长大成人二十二岁 一天夜里诵经完毕竟坐入禅 灵魂出窍飞向金光耀眼的地方 第二天 我天眼天耳神通巨足 黑鱼灵体 老师父得知我获得神通后告诫我 不可沉迷于神通意向 佛教以修习心法为上 神通为次 我不以为然 老师父过世后 我继承庙与道场成为助持 由于我能探知许多事物 来找我算命改运做法式的信众非常多 我执着于自己的神通意能 不像以往专心修习禅定般若 戒律松懈的下场 就是心众邪相四起 我开始眷恋女色 余夜里 常念想飞飞 一日 遇到一神志失常的貌美女信众来求救 我在做超度法师时 对她美色起了念想 把她带到庙里禅房型淫喻 女信众神志失常 也不懂得向家中亲人讲述我的兽行 黑鱼灵体 那次之后 我只要看见貌美和神志不清醒的女子 来庙里寻求帮助 就假借超度之事 把他们带到我的禅房中 行苟且畜生事 临死之前 曾梦见一位游角僧梦 终点画我如此行淫欲恶事 以不惧佛弟子威仪 命中一定堕落铁为金刚山受苦 一日 下山化园庙里物品食失足跌落山崖 死后投生无间地狱每日吞戎江 承借我犯佛法戒律 庙宇道场淫乱 我在地狱里不知日夜 体内烈焰火烧之苦行 没有一刻间断 地狱行满出狱 转头黑鱼被人捕捉去临沙海吞食 已不知多少势头生鱼族 判官 这是粘鱼灵体 粘鱼灵体 我原本住在金某某 某县 乡下地区的多处河段常有人做宗教放生仪式 祈求平安 我和村人常常在他们离开后 拿了吊具去捕捉放生的鱼类 曾有善心人告诫我们不要捕捉这些放生鱼类 会遭恶报 我们只是表面敷衍 心里笑 他们傻里傻气的 后来 捕捉放生鱼类的村民陆陆续续因为各种事故往生 我也难逃恶报 被车撞死 此后我和村民直接投生成被我们捕捉的放生鱼类 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鱼不能抓 攀颅灵体 我生前没有固定工作 靠打散工和妻子在街边贩卖早餐维持生活 家中妻子是乡里出名的恶婆娘 我为人胆小懦弱 常被人取笑欺负 一天 家中妻子发恶气 我心中冤居男人 驾车离开家里 路途上见到落单女子 乐从心起 把女子拉进游宗园行淫浴 那次过后 我常常在黄昏天黑之时 驾车在路上寻找猎物 做了许多畜生不如的事情 一日黄昏 在路上见到两个黑影迎面扑来 突然间刹车失灵 和货车相撞 脑袋被货车压得破烂 当场死亡 死后在大热铁地狱抱住地狱受罚 天天被鬼拆脱去抱热铁 浑身上下烧得皮开肉烈 疼得我撕心裂肺的喊叫 地狱出来后 就投生攀鲁鱼类 已经不知道投生攀鲁鱼类机事了 我生前常去河流捕捉烹饪这种鱼类 怎么知道是人变的啊 判官拿了一个印章盖在卷轴 童子 可以离开了 魂体返回阳间 梦醒 下午四十三十八分 弟子2019年3月27日 答 很可怜 每个人自己作孽自己当 天往灰灰疏而不漏 修心人 出家人更要守戒 不是开玩笑的 像这种抱住地狱早就有了 我记得三十年前左右 我看到一件真实的事情 我小时候有个音乐老师 他的老公是出了名的老师人 不管老婆 怎么骂他 他都只是笑笑 非常老实的一个男人 后来死掉了之后 我回国探亲的时候 去这个音乐老师家 老师知道我能看到 让我帮他看看他老公在哪里 我一看 他先生抱着同柱在那里烫烧 我知道他先生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从小笑他怕老婆 但我又不能说谎 就跟他说 老师 你的先生怎么会受这种刑罚 这种刑罚一般都是犯了邪淫 他当场哭了 他告诉我 老公和他妹妹犯邪淫 生了一个孩子 报应如影随形 逃都逃不掉的 你们听到这种 难道还不害怕吗 卢台长开始解答 来信疑惑301 2019年4月5日